澳門政府表明不會減賭稅 由博彩業界人士續估計 個別的貴賓廳可能經營困難而倒閉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發表施政報告後 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他表明不會宣布賭業續牌的程序 因為相關立法未完成 又無意扣減賭稅 但會適時與內地討論恢復自由行 貴賓廳中介人業界理解不減賭稅 相信因為是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但不排除各別貴賓廳會捱不住倒閉 花旗引述渠道數字顯示 過去6天日軍博彩收入只有大約2500萬澳門元 較對上一個星期再減少超過四成 維持4月博彩收入按年跌9成4 去到15億澳門元的預測 勸商賦稅形容 逐牌和放寬入境限制都沒有新消息 對行業是輕微負面 但是會正認為何一成強調 重視穩定和保障本地就業 都為逐牌奠定好的基礎 行業估值也合理 但是博彩收入下跌趨勢未改 賭股短期風險仍然高 高盛就認為何一成提到 適時討論恢復自由行等都是正面信號 短期前景就要視乎旅遊限制何時放寬 暫時估計第三季中有望實現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天報導